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一起来读 OK 好 那今天呢 我就是把这三节一起来看 那解决这三节成为我的亮光 那我的诫命呢 就是活着才有指望 应许是唯有神是永远长存的神 所以呢就是轻看自己的生命 生命所中的应用是 不论环境如何都要继续倚靠神 那认识神是生命的神 神是永在的神 那传道书九章四到六节呢 活人比死人更有优势 那死人再也没有见努力功就 而得到回报的机会 而且他们不能再分享这地上的生命 那显然呢 活着的人呢 比死去的人更有指望 因活着的人认识世人 必死的事实后会得着智慧 并且呢他们尚有年日认识及侍奉神 所以侍奉神很重要哦 你要认识你的独一的真神 人生呢在生的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呢 是很重要 那死了就永远不能再享受了 那狮子呢是百兽之王哦 狗虽然比较肮脏 也比较可能就是比较低下一些 如果跟狮子比较 那活着的狗呢 强过死了的狮子哦 肯定呢活人比死人强哦 因为活着人有指望哦 那这些当中有讲到赏赐 那这个赏赐呢 就是人努力所得的果效 那此处指劳碌所得的报酬 那份呢是从 是人哦 从各种活动中 可以得到的喜乐跟满足 人死了爱与恨以及嫉妒 等等情欲也都会过去哦 那在这边呢 其实说强调了 在存活之际上有盼望 活着的狗比死死了的狮子更强哦 狗是被藐视的动物哦 如果说比较啦 就是而狮子则是最受尊崇的动物 那这句话小于我们呢 我们现世的生活呢 将决定来世的永生 神所赐给我们的仅有 只有一次的生命 是何等的重要 所以呢 要把握你的生命哦 即使你现在呢 处在不好的环境 你要知道说 你现在活着的 仍有盼望 活着才有指望 为我们弟兄姐妹来祷告 主我现在奉主耶稣的名 天父上帝的权柄 圣灵的大能 为我们弟兄姐妹来祷告 特别主啊 有些人 他是目前处在非常艰困艰难的阶段的 主你要兼顾他们的心心 让他们知道 活着才充满盼望 活着才有未来 活着才能够继续享受 上帝所赐给他的份 主谢谢你 是你的恩高灵他们身上 让他们继续的明白 在神的手中有最美好的指望 有最美好的祝福 谢谢耶稣 赞美耶稣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